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开现大乘道的 《入菩萨行论》 这个《入菩萨行论》 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 《论名》和《论义》 昨天我们 前面已经讲了《论名》 真实的《论名》和《义律》 也分两个方面来讲完了 今天讲《论义》 分三个方面 如造论之力 所入之自信 圆满结尾 就是我们造论的 开头的加行部分 然后中间真正的论题 最后作结尾 分三个方面来讲的 首先第一个 分两个方面来进行宣说 真实宣说 还有讲述宣说之必要等观念 分两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第一个问题 《逆战句》 还有《誓言句》 实现谦虚 分三个方面 刚才造论之力也可以说 或者说如造论之力 这个问题 分三个方面来进行宣说 我希望这次参加学习 《入菩萨行论》的人 不仅是要通达他的颂词的意义 同时 我们《无诸菩萨》所讲的课判 还有讲义的内容 这个一定要看 大多数都认为 可能我以前也是看过一本书 或者是我学过 我颂词也学过 课判也背过 不要怎么想 学习论典的态度很重要的 首先你的态度没有摆好的话 恐怕是你的学习 也不一定成功的 所以我们学习任何一个论典 按照藏传佛教的 真正传统来说的话 那么首先学习一个论典 必须要背诵他的颂词 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 比如说 我们要学习《五波大论》 那你《五波大论》的每一部论的颂词 一定要背上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你一定要知道 这部论的科判是怎么理的 整个所有的论典 大大小小的所有的科判 在你的心目当中 是清清楚楚的 第三个问题 你先从字面上能解释 不堪讲义也是 你就完全从字面上解释 第四个问题 你就整个内容的 比如说 每一个品里面所宣说的内容 或者每一个颂词的 大概的内容 然后进行研讨 进行分析 不仅是在字面上也要通道 还要终结它的要义 然后分开进行剖析 分析研究 比如说每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一定要进行分析 这几个问题一定要 需要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 光是从字面上简单划过去 这不叫学习论典 只不过是在听传承而已 所以希望大家 当然我们以前 大概是五六年前 也《入菩萨行论》讲过 讲当时的颂词 以华智仁波切的科判 华智仁波切有一个《明经论》 这样的一个《入菩萨行论》的科判 那么这个科判 分得相当地好 那么这个上面 当时我们讲的 后来《入菩萨行论》 广书当中 也是立了科判 那么这次我们不用那个 用五指菩萨的解释方法 和他的分析方法来进行学术 所以希望各位 应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自己该记得那些内容 这些一定要搞清楚 尤其是我们在座的道友 大多数以前也是把 所有《入菩萨行论》的颂词 全部背过 希望你们这次 我们一边讲的时候 每天都讲得不多 这样的话 一定要把颂词跟上 一定要背到 那么不管你是出家人 你是在家人 你如果把颂词 没有背得很好的话 这个内容也是 恐怕解释得不是特别清楚 所以《入菩萨行论》 不像跟其他的《五菩萨论》 我们在座的有些道友 以前背什么《居士论》 然后中观 还有音名等等 这些背诵 因为内容比较深 一般的人来讲比较费劲 《入菩萨行论》 我看我们寺院当中 每一个小僧人 大概是十几岁的这些僧人 就像连观音行诸那样 背得特别素 我想我们在座的人 也是有些可能已经年龄比较大 一般来六七十岁的人 不背也可以的 其他的人我想应该可以 不管你是十几岁的人也好 或者五六十岁的 我看五十岁左右的人 我想背诵应该没有问题 真的 很多的学问 不要自己对自己轻弱 哦 我现在已经四十岁了 我现在已经五十岁了 我肯定不行了 不应该这样的 去年我们有时候考试的时候 六十岁的很多老菩萨 也是到我们考场上 背很多很多的论典 当时他们背的 也是特别精彩 只不过是牙齿看不到而已 只看到鲜红的舌头 下面这样的 我们今天要讲到什么呢 讲到立战局 首先是立战局 这个立战局是 寂天菩萨造论的前面 他要顶礼他的上师 也就是说 他这里顶礼三宝 顶礼三宝和其他的 因共处 做进行顶礼的 那么颂词里面是这样的 颂词当中 这么两句 那么从字面上解释 大家也应该非常清楚 他这里的所谓三宝 指佛陀的意思 然后法宝 佛法的意思 然后佛字就是说 僧众 因为我们学习 大乘经典的时候 所谓的僧宝 一地菩萨以上 这是《智者入门》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遂念三宝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应该是大乘的 真正的僧众 一地菩萨以上的 那么这样一来 这一句话当中 佛陀法身 他这里的法身呢 我们表面上看 这是法八华三僧里面的法身 但是这个有两种可以解释 有一种 比较浅显异动的 一个道理来解释 那么他这里的法身 印度的翻译当中叫做 比如说 他这个法就是佛法的意思 也可以这么说 所谓的身呢 他这里是 印度的翻译里面叫做 噶亚 所谓的噶亚 以前布洞大师的 《入菩萨行论大书》里面 也是这样讲的 所谓的身体就是聚合的意思 从印度的翻译 直接隐身过来 它是一种聚合的意思 那么他这里是什么呢 法 很多聚合的意思 很多的法 什么样的法呢 教法和正法聚合的 这就是法宝 这个顾名思义 大家也非常清楚 这样的话 三世佛陀 还有佛陀的正法和教法 再加上是大乘圣众的 像文殊菩萨 弥勒菩萨那样的 大乘菩萨佛子 后面的这个半字 是一切的意思 所有的意思 那么这样的话 他这里说 寂天菩萨 我要先造论之前 这个《入菩萨行论》 还没有造论之前 我应该值得顶礼的对境 佛陀和正法 然后僧众 以及我应该值得 还要顶礼的 还要恭敬的 包括我们声闻当中的 阿罗汉 缘觉 以及世间上所有的佛塔 三知识等等 所有的 值得应该恭敬 顶礼的对境 我今天毕恭毕敬地顶礼 谁顶礼呢 我寂天菩萨顶礼的 他这里是 因为以作者的名义来顶礼的 以顶礼的方法是什么样呢 当然以上等者 以间接的方式来顶礼 也可以说 或者是中等和下等者 以五体土地的方式 以三门恭敬的方式来顶礼 在这个顶礼句的颂词 大概这样解说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 无诸论师他对这一个偈颂 这个顶礼句 他是怎么解释的 无诸菩萨开始的时候 解释得比较广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每天颂词完了以后 非常简单的字面上解释 所以我们开头的时候 好像一直颂词 有时候可能一天都是 找不到颂词 有这种情况 然后你们也不要生起严寒心 过一段时间 他不会这么 以前萨迦牌的有些论师 也是这样的 刚开头的时候特别广 特别广 然后越来越下棋 越来越绿 也有这样的 我觉得无诸菩萨也是 在刚开始的时候 他可能特别想详细地解释 后面并没有那么广 那么这里是这样的 关于善识 普明论师认为 他这里所谓的善识 我们以前在讲大书的时候 也是说过 根据十量论的有些教证 给大家进行解释过 这个希望你们自己 也可以做参考 那么这里善识 一般来讲 汉传佛教也这样认为的 藏传佛教也这样的 佛陀有十种名号 比如说如来 因公 鞭子 任天道士 然后无常师父 然后叫师尊 善识等等 有这样的十种名号 十种名号当中 其中的一个叫做善识 他这里善识 那么这个善识 印度普明论师 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讲了 印度八大论师当中 一个叫普明论师 他解释入菩萨系论师 非常出名的一个著述 这个里面他是这样认为的 由于三妙失去 因而称为善识 他认为善识去 善识这里好的意思 然后失去 就是去的意思 好去 很好地去了 当然这个去的意思 我们有些人认为 哦 去了 死了 冤极了 不是这个意思 从我们轮回当中 很好的方式来 已经到达彼岸 这个隐身的意义 也就是说 里面的意义 所谓的善识意义 善就是很好的 善妙的 非常成功的意思 然后去 它这里是 是去的意思 那么去到什么呢 去到涅槃地方 从我们此岸到彼岸 前一段时间我们讲 《心经》的时候 也给大家介绍过 所以善识有善去的意思 善妙而去的意思 当然去不一定是我 非要以走路而去的 不是这个意思 比如 因为善 很多方面可以用的 比如说 善相善妙 我们这个善相很好 也是用善来代替的 然而善尽 瘟疫 我们这个病 全部都已经遣除了 清流干一点也没有了 这也是叫做一种善妙 善妙净出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善满宝品 那么我们这个妙品 全部都满了 里面倒的干螺 如智等等 这样的话 我们也有善满的说法 所以这个善 虽然是一种形容词 但是它可以 在很多的场合当中用的 所以我们这个如来 也可以叫做善妙而去 说的原因就是这样 那么如来这里 为什么叫善妙而去呢 断除了烦恼障 障碍以后 庄严而去 所以非常庄严的 我们从一地到七地之前 所谓的如来都断除了 所有的聚生烦恼障和边际烦恼障 昨前天我们讲的一样 全部断完了 所以这个也叫做三妙而去 然后断除对正如不了知的 无明等以后不退而去 他这里说 从八地到十地之间 所知障完全断除 也就是说 从八地到清净善地 清净善地的时候 对正如的一种不了解的无明 昨前天我们《总观众案论》当中 这些障碍的分析 也讲得很清楚 所以这个也叫做不退而去 然后清除一切习气以后 究竟而去 这个应该从佛地的时候 到了最后的金刚御定的时候 所有的 烦恼障和所知障的这些习气 最细微的这种习气和障碍 全部也是依靠金刚御定 就是得到佛陀的这个果位的时候 完全断除 所以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叫做 究竟而善去 从这里是这样的 这是从断功德的角度而讲的 刚才那个普敏论师 全部是断功德 从一地到十地 最后到佛地之间 用从断功德方面来讲的 我们讲相关转乱的时候 佛陀也就是说 我们自己的目标有三大 有三个所谓 三个所谓是什么呢 一个是断大 一个是正大 还有一个是心大 意思是断的大 叫做所断的圆满 该断的全部都已经断完了 然后正圆满 叫做所有的 今所有之 如所有之 全部都有 还有一种心大 所谓的心大 它的悲心 大悲心已经圆满 所以我们学习《入菩萨行论》的时候 我们菩萨学习 或者度化众生 有三种目的 三种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要先前这三个大 就是三种为大 可以这么讲 他这里也是 从断的角度来讲的 然后三天论师呢 三天论师也之前两天给大家讲过 他认为 由于证悟了一切所正 因而成为善事 他从证悟了一切万法的真相 所以从证悟的角度来讲的 取之罪究竟安乐之体 故而称之为善事 有时候我们 相相细细地解释的时候 包括如来的名号 也是这样详细地解释 也有它的甚深意义 所以他这里 总而言之 我们可以怎样讲 为什么叫善事呢 所谓的善事 就是说 所有的功德已经圆满了 那么所有该断的障碍 全部消除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 华智仁波切也是 依靠安乐的菩提道 获证了安乐的大菩提佛果 这个就叫做善事 善事解释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个菩提道 实际上是很安乐的 很多人都不学佛 如果真正学了佛以后 其实学佛真正对每一个人的生活 带来非常大的利益 平时你的这种 世上的健康也好 你的生活的 行作作为也好 什么事情都非常 应该在生活当中是很充实的 很有意义的 这就是说明了 我们这个菩提道很安乐的 应该可以讲 从表面上提起来 我们也是需要苦心 需要很长 漫长的时间当中 积累资粮 说起来也有一些可怕的词句 但实际上我们苦心 不像世间人那样痛苦 在心里的作用相当大的 你为了求得这种正法的时候 世间的这些痛苦 在我们的眼前 真正的一些修行人的面前 不算是一种苦心 所以依靠安乐的道 而获得这种快乐 这也是 华智仁波切的解释方式 也是这样的 然后以前有一个叫做 《地先论师》 第三论师他这里是断一切痛苦 断一切功德 称之为善事 也有这样的解释方法 那么他这里 菩萨地论这样说的 取入殊胜之处而是 不退十故 称之为善事 这以上已经讲了佛报 总而言之 我们寂天菩萨也好 我们也好 那么我们一定要皈依 或者顶礼我们的佛陀 因为我们毕竟是佛教徒 那么佛教徒 自己心中的佛陀 一定要时时刻刻地去顶礼 如果你是上根者 你具有正知正念的人 那么你白天 做任何事情也好 然后晚上睡觉也好 时时刻刻念念不忘 这就是一个佛教徒起码的 最基本的一种行为 如果我们两三天当中 或者好几天当中 佛陀的恩德从来都是不像 从来都是 就是心里好像没有什么 那么我们不算是真正的佛教徒 所以我为什么呢 我们上课的时候 每天都念 释迦牟尼佛的仪轨 我是这样想的 我们作为佛教徒 如果每天没有念 好像以前大多数的人 可能上师面前也已经发愿过 所以我们没有念的话 一方面可能也是会 以前的誓言 一方面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每天都是 不管是怎么样 你心如果不能跟上的话 但是你此举 还是每天要念一些佛 这个非常有必要的 所以我想我们大家集体在上课之前 也是念释迦牟尼佛的仪轨 我这次也是希望 以前没有学过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的人 最好是今天 我们学习《入菩萨行论》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 我前两天也是提醒大家 当然有重要的事情 我就一而再 再而三的可能提醒 提醒的时候希望你们 也不要荡耳变峰 应该对你们个人有意义的 并不是我在这里 如果你们看了以后 我的地位有一点不同的待遇 不是这样的 最好是看看释迦牟尼佛的广转 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 在因地的时候 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学佛的 并不是现在我们 某些佛教徒所想象的那样 完全是不同的 既然不同的 这方面应该会有个甚深的体会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也这里非常希望 凡是佛教徒 你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派也好 什么样的团体 尽量念一些释迦牟尼佛的仪轨 当然各教派 都有一些不同的仪轨 但我自己认为 我以前翻译 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百年传》 大概是有一千页 当时有五百页 我们藏文当中的五百页 那么五百页翻译完了以后 将近用了五个月的时间 后来心里体会非常深 对释迦牟尼佛也产生 跟以前不同的一种信心 后来也要求大家 我们弥彭仁波切释迦牟尼佛的仪轨 我想你们每一个人 应该会想得到办法 最好每天都是念一遍 这样念一遍 功德确实不可思议 不管是你心能专注也好 不能专注也好 凡是念一遍 功德应该是相当大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寂天论师在显现上 他也是在佛陀面前 恭敬地顶礼 当然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佛陀面前应该是顶礼的 真正的佛陀面前不用说 就像《亲友书》里面说的那样 有智慧的人 母头雕刻的佛像面前 也是非常恭敬地去顶礼的 这就是有智慧人的一种选择 和他的一种行为 那么这是顶礼佛尊的 下面讲顶礼佛法 佛法是怎么样解释的呢 所谓的法僧 在《宝行论》当中是这样讲的 《宝行论》当中是这样讲的 所谓的法僧有两种 什么两种呢 一个是我们平时所讲的 自信主的清净法僧 还有一种 暂时我们相续当中的 可乘清净的法僧 从我们法宝法善生的角度来讲 应该法僧是有两种的 那么他这里也是这样讲的 法僧极为清净的本体 这个呢 我们佛的个别自证的对境 一切万法的法性 这叫做是一种法僧 这就是本来清净的法僧 还有一种一笔之灯牛 宣说甚深重重法 依靠它的灯牛 意思就是说 依靠刚才证悟法行的灯牛的因 灯牛是在这里 同类的因 那么它的同类的因是什么呢 就是能宣说这样的法僧 甚深的佛法 各种各样 显宗 密宗 包括我们三藏十二部的经典 全部包括在这个法僧当中 总而言之 我们所谓的法僧 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正法法僧 一个是教法法僧 什么叫正法法僧呢 所谓的正法法僧 就是我们自相续当中 所正当的佛陀的境界 当然我们从世俗的角度来讲 我们前两天也说了 我们每天闭关 每天早上六点钟 大家修行 在这个时候 你的相续当中生起一个菩提心 生起一个悲心 生起一个对三宝的恭敬心 就是叫做正法法僧 然后能产生 它最根本等流的因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善知识们 所宣讲的佛法也好 或者佛陀和后来的这些高僧大德们 所留下来的这些典籍 这些非常珍贵的经论 这些都是属于种种法僧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法僧 从表面上看来 好像是法僧 宝僧 化僧里面的法僧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们先知顶礼善师如来 又顶礼了他的法僧 那这样是不是 好像佛法的法宝呢 这里面没有体现 不要这么认为 因为真正的佛法 真正的佛法 按照大乘宝行论的观点来讲 应该是灭地和道地 也就是说 我们本来清净的这种本体 能现前出来 所有的烦恼全部断完了 这个就叫做灭地 那么依靠什么样的方式来断掉呢 当然是依靠五到十地的 三十七道平 或者依靠这种方便方法来断掉 这个叫做道地 所以我们所谓的法宝 也叫做实际上是灭地和道地 所以我们平时以前 俱舍论讲的时候 也有关于三宝的问题方面 也是进行分析过 大家也应该清楚 小乘有小乘的三宝 然后大乘有大乘的三宝 他们所讲的 表示的对境也有所不同 但在这里应该这样解释 按照此论典当中所说的 正法的法身是 这就是正法法身 正法法身是实际上 一切万法的这种 如来根本个别自证所得到的 法界无而无别的体系 也就叫做本性上 这个身体叫做法身 就是我法身 这个叫正法法身 然后这些都是法宝 那么刚才我们 后面的教法法身 所谓的教法法身 二地所舍的 生意地和世俗地所舍的 比如说 宣说生意地方面的 般若空性 所有的般若空性 全部是宣说生意地的 宣说世俗地的 包括我们的一些 《百业经》 或者《贤与经》等等 所有的这些论典和经典 都包括在教法法身当中 所以我们自的 顶礼的对境是什么呢 就是在人们相续当中 所有证悟的境界 是我们顶礼的对境 谁的相续当中有菩提心 谁的相续当中有出离心 谁的相续当中有 空性的境界 那么我们一定要顶礼 因为他是真正的菩萨 真正的阿罗汉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那么还有一个呢 我们世间当中能宣说 这样正法的一些文字 语言 经典等等 这些我们也应该 值得顶礼的 所以世间上的 佛报是指的是什么呢 佛报是以前断正功德圆满的 释迦牟尼佛 那么现在 代表佛报的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个寺院里面 功德佛像 那么这些佛像 我们作为佛教徒也应该 不管是你到了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南传佛教 凡是释迦牟尼佛为主的 所有的十方诸佛菩萨的这种相 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一定要恭恭敬敬地去顶礼 这就是我们佛教徒的 也是一个基本的行为 然后刚才法报 我们也说了 语言文字上面 我们有些人觉得 啊 看见了金刚经 这个应该值得 恭敬顶礼的 然后看见什么 南传佛教经典的时候 哎 算了 这不是我学的东西 我不恭敬顶礼 然后看见藏传佛教的佛典 我也不去恭敬 这种分辨性是非常不好的 不管是藏传佛教 南传佛教 只要佛陀清净传下来的法门 我们不分任何宗派 这个没有任何必要的 很多人的思想的范围 或者是很狭窄的 就这样一来 对我们的修行 有一定的危害 所以以后呢 寂天菩萨他也是 对所有的教法 正法都恭敬顶礼的 我想寂天那样非常了不起的 大成就者也是 在我们众生面前示现 对三宝面前顶礼的话 恐怕我们相续当中 有什么样的境界 你自己也应该清楚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顶礼法宝呢 应该值得顶礼 这些佛法学完了以后 大家在心里 应该发这样的觉醒 我凡事以后 看到什么样的佛像 我一定要顶礼 自己心里面有这样的话 以后我们不管朝什么寺院 那个时候自己很有帮助的 我听到有一个居士 他说 我是汉传佛教的 我在我的寺院里面 我就经常恭敬顶礼 但我去到布达拉宫的时候 我是为了参观而已 包括在九五佛像面前 也是我没有顶礼过 他好像觉得自己是非常伟大 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因为自己分别念比较重 再加上比较愚痴 你看 拉萨九五佛像和拉萨那里 有这么多真正的佛像 那你一点都是不顶礼 自己好像胸有成就 自己认为自己学过一点 汉传佛教是很有把握的 也不一定 我们有些修行 自己认为是很有把握的 但实际上 你不一定是有把握的 真的有时候自己的傲慢心 是特别特别的可怕 前两天 有一个人也是给我打电话说 他如何如何学的 已经学了十多年了 现在自己也不用学 显宗的论典等等 说了很多 当时他说了以后 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 很佩服他的 第二天又来一个电话 我看是他的电话 我首先想不想接 后来再三地一直在想 后来不接也不行 就接了 一接电话的时候 没有人的声音 一直是哭声 后来我说 你怎么了 你要说话呀 后来他就慢慢慢慢说出来了 他说 我今天非常非常的痛苦 但是我虽然很痛苦 但我一点都不恨我的丈夫 那我说 这个情况我还没有知道 是什么原因 什么事情 然后他就 好像哭了很长时间以后 才能表达出来 后来他说 我今天给他说了 我现在已经学了十多年的佛 你有什么样隐瞒的事情呢 给我说的是 我这个境界很不错的 你一点都不用担心 后来他给我说了 我本来都是不想跟你说 一直慢着的 但你既然这样说 希望你不要不高兴 也是你自己承诺的 我在外面有什么其他的女人 等等讲了一些 然后他就听到这个话以后 他一边说 我一点都不生气 我非常理解 但是我们原来特别痛苦的时候 特别穷的时候 是如何如何 现在我该怎么办 我要想出家 等等 他说了很多话 虽然他说 他一点都不生气 但是从他的语言来看 气得不得了 他很想出家 后来我就说 你还是冷静下来 不要出家 暂时不要出家 所谓的出家不是这样的 只不过你昨天也给我讲了 你的境界是非常高的 现在不用学习 再加上你现在可能需要学习 你刚才说的什么样的话 确实有时候 我想我们很多佛教徒 诸如此类的 自己认为自己不用学 自己好像什么都懂 你只学了宗派的一些法门 但是这个法门也学的 究竟没有 自己应该扪行自闻 如果自己学的 也不是很好的 应该学 不仅仅是学 还要修 如果没有修 仅仅是依靠佛法的一些道理 来摧毁自相学当中的烦恼 是非常困难的 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 在《萨摩帝王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佛陀说 我给你们已经宣说了解脱的法门 说完了以后 你自己一定要修持 如果你没有修的话 就像是一个病人 拿了很多很多的药 但是一点也没有吃的话 能不能他的病起作用 不能用的 同样的道理 佛法必须要修持 我想我们在座的人 也真的有时候 理解方面 大多数可能也有一定的理解 但是自己没有修的话 法就是佛法 然后自己的相续 就是自己的相续 那么就像我们去年 开启修行门会的时候 好像任何佛法的境界之间 一匹马都可以过 有很长的一种距离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的相续 会与正法背道而持 根本不能相应的 因此不管你听到什么样的佛法 就经常对自己的相续 做一些传习 什么叫做修行呢 以前噶当派的一些教言 来抉择的时候 修行有两种 一个是观察修 一个是安住修 那么所谓的安住修 可能要到一个寂静的地方去 什么人都没有的地方 没有嘈杂的声音 就开始以披露七法作事 以什么样的作事 你就可以安住下来 然后就关心 这是安住修法的 然后还有一种 叫做观察修 观察修 每天我们所讲到的内容 反反复复地自己思考 思考的相续 尽量地拉长 尽量地延长 这个过程就叫做修行 所以有些人 我现在修啊 不能闻思啊 实际上闻思和修行 应该是相互相成的 应该可以这样说 所以有时候 包括我们表面上看来 顶礼佛陀 顶礼佛报 大家都 每天都是说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大家觉得是特别容易 但心里面一直没有想到 心里面没有定解 光是口头上说 真正的一些烦恼 显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恐怕是不行的 很多佛教徒说大话 实际上真正你遇到 你刚才诸如此类的 一些事情的时候 可能有点 自己也那个时候后悔 我不应该这样说大话 可能会有 这样的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 真的 佛经当中也这样说的 如果没有修行的话 得不到 若为修此法 不得见法心 也有这样的 如果没有修行这个法 那么不可能得法心 有这么一个教证 意思就是说 我们如果没有修此法 根本不能见到法心 就像是我们 谁看见了 听见了 但是没有喝的话 我相续当中的干渴 能不能遣除呢 能不能出呢 根本不行的 我旁边坐在那里 然后这边有 潺潺不息的河流 那么我就看着 就看着 然后我说 这个是谁啊 你看听到谁的声音啊 但实际上 谁就是谁 我的相续就是我 那么我们这个佛法也是 口头上也是顺便说的 别人也是看得怎么样 看得清清楚楚的 实际上 我自己从来都是没有想过 比如说我们天天都是 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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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是口头上的菩提心 真正你在死亡的时候 或者是你的来世的时候 有没有起作用呢 有一些种下善根的作用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真正的 自相续当中 串习的功德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这次 入菩萨宣讲的时候 我非常希望大家 当然我自己相续当中 什么功德都没有 带别人也是非常 可怕的一种笑话 但是心里也是这样想的 我们很多人 最好不要淡污在一些文字上 应该在实际所学的知识 和自己的修行结合起来 这样对我们的相续 有一定的利益 下面讲的 这是法宝 法宝是这样讲的 由于这些法宝对于 三世如来来说是具足的 三世如来藏文当中 有个具足的这种词 但汉文当中 没有义 所以为什么讲呢 因为三世具足发生 藏文当中是有这样 所以他这里 也是用具字来代替的 关于《佛子宝行论》当中 下面讲圣众 圣众 大乘圣众是以一地菩萨以上来称呼的 这个大家应该清楚的 我们大多数人佛法 佛是佛像 然后法就是法宝 也就是说金刚经 然后圣众 我庙里面的大和尚 小和尚 还有几个调皮的萨米 这样想的 但这样想 也是没有错 也可以 就是我们学习 大圆满信心修习的时候 也是这样认为 你这样理解 也是片面的 也就是说 部分的角度来讲 也可以这样理解 但是真正的佛法 我们刚才也讲了 佛陀就是善师 我们在每个众生的 心的相续当中 最了义的佛陀就是如来藏 佛法就是教法和正法 僧众大乘菩萨 这样也可以讲 当然有关三宝的这些概念 他们的功德 《智者入门》当中也是有 我们《心心修习》 《水炼三宝经》 以及《宝行论》里面 讲得特别清楚 希望大家应该认认真认地去学习 关于《佛子宝行论》当中 这样讲的 举行圣称之种者 圣佛与法智慧母 禅乐太除悲入母 以母改为入母 比己随佛生菩萨 讲了这个对立 这个里面就是说 我们所谓的佛子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菩萨 大乘菩萨 下面讲刚才 《宝行论》当中的教证 它这里的意思 具行圣称之种者 因为大乘菩萨的来源 也可以说有四种根本的因 那么四种根本的因 第一个就是 对大乘菩法具有信心 这个好比是种者一样 以前那个庄能王子 应该首先是以父亲中心的种子 能产生他的母亲 还有太藏后来生完了以后 依靠入母来长大 有这样的传统 那么弥勒菩萨 也是以这种比喻来宣说了 我们大乘菩萨的四种因 第一个就是宣说 对大乘菩法的真正信心 这个相当于是种者 所以我们要真正生起菩提心 首先对大乘菩法的信心相当重要 如果对大乘菩法的信心 一点也没有的话 那好比种子都已经被烧毁了 没有了一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生佛与法智慧母 那么能出现佛陀和佛法 就是依靠证悟若空性的母亲 也就是说 就像生一个专论王子 依靠母亲而产生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菩萨的果位 依靠证悟空性而产生的 证悟空性相当于母亲一样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条件 就是说禅乐 在等词当中安住 禅定心不动乱 心不散乱 这样等词的大乐 这种大乐相当于是太粗 相当于是太粗 产生专论王子的话 你必须要有一种太粗 因为专论王 毕竟也是太盛的 第三个 第四个 就是对众生的大悲心 对众生的大悲心 你获得菩萨的果位以后 还不能间断的 就像是专论王子已经降生了 但是他需要 入目来进行养育 所以对众生的大悲心 为什么在《入中论》当中呢 最初的时候也很重要 中间的时候也是重要的 最后也是说 出生后三个阶段是不能离开 要赞叹他的原因 就在这里 只有这四种因缘以后 才可以随佛产生的菩萨 也就是大乘佛子的菩萨 依靠这四种因缘而产生的意思 是这样的 由于生在如来家中心当中 或者能够成为如来的继承者 我们《入菩萨行论》当中 也是生于如来家族中 意思就是说 获得一地菩萨 他的相续当中 已经生起了圆满的圣意菩提心 那个时候 我们称之为真正的佛子 他的名称和意义 完全是成了佛子 当然我们在资粮道的时候 法菩提心 也有佛子和菩萨的名称 但是这个最究竟的角度来讲 也是一种相识的名称 所以他这里已经说了 这就是所谓的佛子 因而佛子诸位 圣者菩萨是圣宝 所以他这里 寂天论师所顶礼的对境 应该在自相续当中 已经证悟了人物和法物 已经断除了 烦恼障和所知障的部分了 这样的 像文殊菩萨 弥勒菩萨 以及其他的 像龙摩菩萨等等 已经获得了第一地菩萨 以上的果位 这些圣者 我们在这里顶礼的对境 因此平时我们 首先我们对佛报也要顶礼 然后对法报也要顶礼 同时对自己的观音菩萨 文殊菩萨等 一些地藏菩萨等等 这些佛子面前也恭敬顶礼 当然我们人们在 通常所承认的八大菩萨 实际上在我们这样的人群当中 也有很多证悟菩提心的 这种相当多的 文殊菩萨的有些传记 有些大乘的经典里面 也是这样讲的 文殊菩萨显示各种各样的身份 来度化众生的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只不过是 我们不能发现而已 应该在平时的一些僧众当中 平时的一些人们当中 也有无数的菩萨 无数的菩萨 所以我们在这些面前 也应该值得顶礼 对于包括僧宝在内的三宝 皈依处 虽然 这是我们前面顶礼的对境 包括僧宝在内的三种皈依处 以及虽然不是大乘皈依处 但众的来说 也是功德超胜的声闻 圆觉 以及自己传戒律的 这些皈依师 清教师 还有阿舍利亚等等 凡是一切可看为 因离处的对境前 作者三门恭敬而顶礼 凡是我们可以称为 所谓皈依对境的 他这里在其他的有些讲义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比如说声闻 圆觉 自己传戒的阿舍利亚 清教师 以及佛塔 大乘小乘的一些佛塔 还有一些佛像 包括我们自己上师的舍利塔 遗体 还有上师以前 转法论过的地方 讲生过的地方 还有上师显示各种各样 弘法利生事业的这些道场 这些地方 我们也应该值得顶礼 以前上师如意宝 讲《入菩萨行论》的时候 他老人家也是这样说过 说 我们不仅是要顶礼 三宝为主的所有应该 值得恭敬的顶礼 还有这里面没有包括的 很多的 值得恭敬的 尤其是《罪自相续》当中 获得菩提心和获得无常境界的 这些来源的上师都要顶礼 如果上师不在 我们对他的住处 对他的住房 以及他以前住过 加持过的地方 都要顶礼 我现在经常到成都的路上 像米亚路或者是温川 这些以前上师如意宝 住过的这些宾馆 看了以后 也确实心里很想顶礼 但亲自也没有顶礼过 因为现在路边 大家都是人群 然后你就从车上下来顶礼 大家都觉得可能精神有点问题 但是心里确实很想顶礼 那天我们去昆明的时候 昆明以前上师如意宝 去吉祖山的时候 当时住过的宾馆 我们路过在那个门口 当时也心里特别像 虽然上师现在不知 但是上师已经加持过的宾馆 这个跟其他的一些建筑 完全是不同 在我这个心目当中 完全是这样的 当时我刚才 没有说完 上师如意宝 当时讲《入菩萨行论》的时候 也是讲了以前藏传佛教当中 非常了不起的 一个伟大的上师 叫知情仁波切 当时他的上师 是顶过清彩仁波切 后来他说 我要顶礼上师 顶礼上师的祝福 我还要顶礼上师的狗 上师的牦牛等等 都要顶礼 我们从表面上看到 好像这个人是不是有点问题 对人要顶礼 对狗也顶礼 对还有其他的牦牛 这些顶礼 但实际上 真的自相续当中有了证悟 或者是有了一定的境界 他会报这种恩德 报恩德的时候 别的办法也没有 因为每一个上师 也可能会实现无常的一些境界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应该顶礼上师的一些住处 住房 我们学院当中 最近有一个堪布和他的使者 天天都是跑到以前法王 房子的对面 在那个地方借了一间房子 天天地顶礼 我那天问他的使者 你们在天天干什么 他说 堪布要求我们两个 每天到这里 向上师的房子顶礼 所以真正对自己获得法恩 获得利益的 这种上师的住处 弘法利身的地方 看见以后 我们心里面应该有一种 非常大的恭敬心 会有然而生的 海外的一个上师 他也这样讲了 他说 我天天晚上 我向父母顶礼 我觉得很有道理 虽然他是一个出家人 但是因为父母是 也就是说 得我们有养育正恩的恩田 可以说恩田 那么对上师也应该可以顶礼 对父母也应该可以顶礼 还有对三宝 我们为了摧毁自相续当中的傲慢 应该大家顶礼 所以我们这次要求不高 但是希望你们 早上起来的时候 应该向佛陀也好 佛像也好 法本面前恭敬顶礼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也是大家不要忘 每天都是磕三个头 磕三个头也花不了 最多是一分钟 两分钟而已 所以大家也应该 值得恭敬顶礼的对境 都要顶礼 我们平时也应该这样讲 以后在自己的生活习惯当中 也对所有的因共处 值得顶礼 以前佛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 佛陀转法轮的地方 佛陀降生的地方 佛陀称道的地方 佛陀涅槃的地方 称之为四大圣地 印度四大圣地 佛陀在佛经当中 也说得很清楚 如果我涅槃以后 也是供养顶礼 这四大圣地 与我顶礼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我们有机会 应该对佛陀这四大圣地也要顶礼 包括我们上师 以前弘法国的地方 以前降生国的地方 以前涅槃的地方 这样也应该值得顶礼 所以以后 再过几十年 再过二十年的时候 我们学院有没有 什么样的状况 谁也说不出来 但不管是 什么都没有 光是有一点墙壁 或者有一个荒芜人员的地方 我们也应该值顶礼 为什么呢 因为这就是我 智慧身体养育的地方 应该就是 我智慧身体的来源 虽然我的身体 依靠我现在的父母而降生 但是我的这种智慧身体 依靠这些上师们的加持 和依靠上师们的恩德 才有今天 如果上师们 没有这样的光宏佛法 恐怕我们很多人 到目前为止 也是一直是执迷不悟 一直是四肢不悟 在这种状态当中 所以我们如今 虽然不是大持大悟 大成就者 但是对佛教有一定的证见 有一定的信心 这一点也是 在这么多的人群当中 这么多的 我看众生里面 确实是难得的 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佛法难闻 人生难得 信心出家更难得 就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得人生 也很不容易 即使得人生 也是遇到这个佛法 尤其是对佛法有真心的 真正能出家的 这样的缘分 我想是来自不业 所以以后大家也是 不管是到了什么样的 自己的哪一位上师 皈依上师也好 什么样获得法恩的 这些上师和佛陀面前 始终都有一种恭敬心 这个相当重要 当无事胜过 他这里说 对佛陀本身 虽然做一个小小的供养 比如说我们供一盏灯 或者一根香 或者一些简单的花 这样供养的话 我们表面上看 这是微不足道 好像没有什么事情 但实际上它的功德 的确是相当大的 因此在佛像面前 佛家面前 经常做一些供养 这个很重要的 他这里暂时获得了 仁天安乐 最后获得了无常的胜果 作立战的目的就是为了 成办暂时与究竟的利乐 哎哟 今天 行 讲到这里吧 我上次有点 informação 我上次有点栏目 我们下期见